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对话好莱坞 我是主持人Svang 电视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那么对于独立制片人和投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但在中国电视剧行业中 有着这样一位口碑和收视皆丰收的制片人 他稳扎稳打作品求精不求量 制作出了一步步关乎名声 反映当下社会热点的优秀电视剧 他就是中国著名电视剧制片人朱宏先生 今天的对话好莱坞 让我们听听他成功背后的秘密是什么 听说这次您来美国是主要是就是玩一下考察一下 还比较轻松一点 对主要是考察一下这个中美之间有没有这种合作的这种可能性 尤其是在电视剧方面 电视剧方面 对因为我们两边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因为其实我们说电影现在很多中美合拍的很多合作了 但是电视剧好像还真是看的少 电视剧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冷门吧 对也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机会 那您就是刚刚说到了说 这边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在电视剧方面是怎么体现的呢 你比如说这个作为这个制片人啊 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 美国制片人他其实分得很细 各个环节他都有制片人 比如说什么剧本制片 这个在我们这儿是没有的 然后呢他有这个现场制片啊 还有整个这个剧组的制片 这个他分得很细 我们你比如说我是属于这种从头管到尾 总制片 对 我因为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制片人他是不管卖的 我是要从开始立项 然后一直要到选剧本 选演员 选导演 到最后还要把它成功的卖出去 发行 所以这全是我一个人的活 这个所以这个和美国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和美国巨大的差别之一 也是我们其实是应该向好莱坞学习的地方 尽量的分的细一些 您觉得分的细一些会有利于可能每个环节 它的一些细节上的衔接 包括 对你比如说这个剧本吧 我们我们这个在拍这个电视剧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 你一个剧本你辛苦了好几年写了一个剧本 然后呢到了现场的时候 可能某些的这个台词会要被修改 这个在好莱坞它就你要修改它的剧本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跟这个剧本的制片去商量 哦就是剧本的 supervisor 剧本的一个onset supervisor就商量 对你要跟他商量 我们这边呢基本上没什么商量 你比如说我是这个投资人 制片人 然后还要发行人都弄在一起 所以呢就是 比如说这个导演说我要这个地方要改 他有可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改了 嗯 现场可能他都改了 这个 这是我们无法控制 在美国不一样 嗯 你不能随便动他的东西 你要动了他的东西 你一定要告知他 他同意你才可以动 他不同意你不可以动 这个是都是在合同里边很细致的写 我们呢基本上没有这个 那说到这个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就您的片子为什么一直都保持非常稳定的一个 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个创新 嗯 就是别人没有拍过的你拍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当时拍这个守望幸福 守望幸福 守望幸福是中国第一部讲老年痴呆症的一个片子 嗯 在此之前没有人涉及到这个领域 然后呢这个 当这个导演和编剧拿着剧本找我的时候 我觉得哎我说这个可以拍 因为他新嘛 没有人涉及到 最后出来确实也获得很大的成功 然后我们也获了国家的飞天奖 啊对 啊还获了五一工程奖 包括我们的主演那个鲁雅老师 他最后还在韩国获得了最佳电演员 在中国也获得了最佳电演员 呃这个呃这是一个创新 然后呢你比如说我的这个啊 啊沙特邦 是讲红色经典 嗯 那红色经典怎么改编 这个就很重要 就是看你怎么去改编 有的人就细说了 但是在此之前呢 有改过 很不成功的 嗯 但是我们来做的时候呢 这个 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 就是咱们家有一个审查制度 嗯 就他就会讲到说那你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改 我说我们忠实于原主 嗯 啊 每一句台词 这个剧本的形成其实都是根据 呃原来的呃 这个京剧每一句的唱词来的 每个剧后边其实都是有故事的 嗯 而最后改出来也是蛮成功的 所以您说的这个创新更多的是在这个题材上面的创新 对 你看我 我是11年吧 拍了一个这个啊 啊 养父 养父 张国立老师 张国立老师 也演的也倒的啊 对 他是总导演 张国立老师和这个牛立老师演的 这个片呢 我的创新在哪里啊 他是中国第一步讲 小脑供给失调 嗯 这种病啊 就是小脑萎缩 嗯 然后他是逐步逐步形成的 最后的结果这个人就就不在了 可能需要好多年 嗯 啊 从一开始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到最后完全 就贪了 嗯 啊 就这么在一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嗯 呃 你像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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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片就很有意思 一开始呢 这个我的一个编剧 他就想 他说 我想写这么一个题材 我说你先给我写个东西 他就写了一个1500字的东西给我 我看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梗概 哎 很简单的一个梗概 然后我看了以后呢 我觉得哎 我这个可以做 嗯 我说你再多写一点 然后给我一个1万字 然后1万字的这个呢 我觉得哎 这个差不多了 能看出大概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我就问他要一个3万字 我给国立老师当时应该看的是这个 3万字的这个 嗯 他当时在成都拍戏 然后呢我去找他 找他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很详细 他看完了以后把那个 最后又回来的时候给我装定好了 他一页页的都都看了 看完了以后上台做了有一些批注 嗯 嗯 就是他的想法 然后呢他说你 怎么样 这个 我现在没有时间 呃 我觉得还有别的老师也适合这个角色 当时他还推荐了刘斌老师 范维老师 包括赵本山老师 都推荐 嗯 然后后来我跟他讲 我说我觉得这个 里边这个人物就适合你 你要说挣钱 那我可能找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我拍了之前 这个戏我也可以挣钱 嗯 但是我要的是一个作品 嗯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温暖人心的作品 嗯 那结果这个国立老师说那你要等我说我可以等 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我等了他两年的时间 嗯 等国立老师的档期排好 等他了两年的时间 嗯 等两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其他的演员都很忙 嗯 然后呢我就跟其他演员都定好 我说大概要等 但是呢他们说我们都愿意这个你什么时候拍 我们就把档期怎么岔开我们都愿意来 因为这个剧本实在太好 都是被剧本感动的 对对对对 然后每个人都觉得 呃 就是温暖到心里 就是国立老师写了一句话 就是字字重锤在他的心上 后来这个片子真的是非常成功 这个呃 在全国播出的时候呢 也是反响极大 嗯 嗯 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创新 呃 这个是 我们作为制片人 嗯 你要 这个 明白的 因为很多人其实跟着别人学 我拍了一个养父以后 然后什么养母 什么养父的幸福生活 什么呃 什么什么什么小方的养父 好像一大堆各种养 养女养父 呼呼就来了 嗯 嗯 我也拍过谍战的 嗯 嗯 就是很多类似的吧 就是各个各个题材 我们都会去尝试一下 但是你要做到 你一定要走到别人前面 嗯 如果你走到别人后面 你就落后了 嗯 可能你会比前面的人拍得更好 但是你不是第一个 嗯 你不是唯一了 嗯 来 晓鱼 我们把你怎么办了 嗯 妈妈 妈妈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为什么呀 我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甘酸的宫廷吗 没有鲜 没有肉 没有思想 没有感情 我就不是他们的孩子嘛 想要就要 如果他们需要 他们是不是要把我的心 干体造肺 偷偷要挽走 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 你 咱们 咱们不去 不给她去 你 对不起 你 对不起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山飞虎刚拍完 很火 这三个演员弄在一起 他们三个演员弄在一起 这个就很有意思 每个人讲的话 其实他们虽然讲的都是国语 但是都带各自地方的特点 孙春讲北京话 孙兴是讲台湾普通话 龚孙兴讲的是香港普通话 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在摸索 摸索到现在 其实更多的时候 就是你就讲你的话 我就讲我的话 但是我们的故事 是不可以在一个背影下写的 一定要把对方的文化 相结合起来 配合他的口音 对 这样写起来以后 大家才感觉到更真实 就比如说前大概七八年 台湾的流星雨 什么叫流星雨 对 流星花园 流星花园 大家为什么会喜欢看 其实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的生活离我们很远 就像大家看韩剧一样 大家觉得 那就是一个他们的生活 但是你要是拍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你必须真实 你要不真实 观众就跳戏了 对吧 说你现在这个人 七八年以前 你一出来开的 都是奔驰宝马的 这明显就不对 对吧 如果你现在呢 你现在在拍呢 就对了 因为时代在变 大家的生活水平都起来 你现在这个 你开一个这个豪车 大家觉得 这个 现在所谓的这个 富二代也好 或者是一些 就开这个车很正常 对吧 可是在十年以前 就很不正常 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说到这里 因为刚刚您也说 这个中美拍电视剧的不同 包括电影的 我想到一个 其实美国这边的演员呢 很喜欢就是 我们先挑了演员 对了这个角色 但是口音上面呢 找一个口音的教练 去把他们训练一遍 等于说可以把一个 好莱坞这边 就好像是会选一个 就是我选演员本身 我先不考虑这个口音 然后我在这个剧场上 这个on set上面 在片场上面 包括提前训练 拿一个口音的教练 把他训练成为 但是国内这个现象 好像是相对比较少的 国内没有 对 好像是会挑 就是我要这个口音的演员 我就要这个口音本身 这个演员本身会这个口音 他要会说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说的不像 就得起码那个地区的人 就会觉得你这个东西很强 对 但同时很多人也在担心 因为现在中国 可能是现在电影市场 更明显一点 就是这个浮躁 这个投资 因为市场越来越大了 可能质量相对来说下降了 可能数量上会增多 数量上增多了 对 很多电影拍完了就完了 完了 可能就卖了一个口碑 或者是卖了 或者是很短的 上去一两天就下来了 对 这个很现实 这样 其实是有好处的 怎么说 这个 你拍的不成功 你投入失败 你就会去思考 你为什么会失败 别人为什么会成功 你就会去想 我觉得会 促使很多的人 像我们是干专业的 很多人去思考 不像有些 现在国内有一股风气 就是到处去找钱 现在什么 原来就是做煤炭的 做油的 甚至于做鞋的 做塑料的 都来投资了 有钱就投电影 都来投资电影了 因为大家觉得好像电影好像很容易赚钱 其实电影赚钱就是5% 5% 5% 就像电视剧一样 真正能赚钱的人就是5% 然后15%的人是基本上持平 还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肯定就没了 是亏的 不光是亏的就没有了 我经常会碰到有些人拿着这片子来找我 说你看你在这个业界这么有影响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片子看能不能卖出去 我们的要求不高 只要回本就可以 我说您的要求已经很高了 什么生意可以说保本的生意 那我大家都愿意谈对吧 但是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然后被有些人忽悠了 忽悠的方式有很多种 他们觉得说看这个谁谁谁 是作为我这个 主演 这个制片人 主演是谁谁谁 然后你看这个给你拿一个小的策划案 然后你要不要投 因为你不懂吧 你不懂 比如说你是做煤炭行业的 你就这个行业完全你不知道 然后你就投进来了 投进来了以后最后 他导演 什么所有的工作人 把钱都 工资都拿到了 然后把电视剧 或者是电影交易 说老板我们拍完了 您自己看着办 经常老板就拿着这东西说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卖 可是质量什么这些东西 他根本都无法保证 这个现象在国内现在 有 很多人都 反正他们就是来别的行业的人 就是来玩一票就算了 有点玩一票的感觉 他有钱 然后这回我在澳大利亚碰见一个 碰见一个朋友 他说 他说你帮我看看 这个好像 我儿子拿了一个案子 人家让他投 我说那你先把故事叫我看看 因为是朋友嘛 我说我帮你看一下 然后故事 基本上就是很短的一个 然后上面有谁谁谁谁 我说这个 我是这样 我说如果你钱多的不行 你愿意去投也可以 你就去投 如果你真的觉得那都是你心心苦苦挣来的 我建议你就不用投 结果他好像说 那我还是我这钱都是心心苦挣来的 不是抢来的 这种事情其实在国内挺多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是在哪呢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公司 现在做是因为有几种原因吧 一种是他们是需要 已经上了市的 他需要作品 需要向这个股民来交代 还有一种呢 就是即将要上市的 在拼命的做 他需要这些来堆积 扩大他的影响力 然后更多的专业的人士 就是也是划分的 现在逐渐在划分 划分的比较细了 比较细了 这个是非常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现在中国电影 其实包括电视剧 还有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炒热IP 就是花大资金买IP 买一些热门小说 热门的网络小说 什么的一些 这个您觉得是一个虚高的现象 还是说这是可以持续走好的一个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句之本 就在于剧本 你这个剧本写好了 我觉得 其实多少钱都不贵 如果剧本不好 多少钱都贵 所以您觉得这个剧本 是不是曾经是热门小说 并不那么重要 热门小说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是大家已经广泛的知道 就像我当时拍《沙家帮》一样 对 我说《沙家帮》 你不管拍成什么样 都会有人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会去做比较 会去看 你原来是谁是谁演的 现在是谁是谁演的 这个他就会去看 他就会有收视率 这个就是你作为制片人 你的方向 你的想法 能不能实现 胡队长 你看你 你非要信那个算命先生的话 你信点别的也成啊 哪有信书钱的 你说你心成了也行啊 把钱存在柜子里 非拿这家户吓唬人 行了行了 把它收起来吧 我这可是茶馆 全镇的人 哪有不来我这儿喝茶的 你要真把它弄想了 谁还敢来喝茶呀 你是不是 想毁了我的生意啊 阿靖嫂 别说了别说了 我姓胡子 浑 可是 谁要敢打着这个借口 不上你这儿来喝茶 我敢让他这辈子 都别想喝茶 你看你看 这话到你嘴里 怎么又变味道了 这样人家听见了 好像到我这儿喝茶的 都是被逼出来似的 阿靖嫂 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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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阿贵 把钱给胡队长吧 怎么着 舍不得输钱 就别信那个瞎子的话 要信就要心成 把它都输干净 阿靖嫂 我姓胡的魂 可是我仗义 有我在 你这春来茶馆 没麻烦 我托您的福了 何止这春来茶馆啊 这几十里外的沙家帮镇 都要仰仗您来保平安呢 行了 接着输吧 那我们说到您 这接下来这个计划 是有中美合拍电视剧吗 那像您这么注重 故事的一个制片人 现在有没有想到 这个故事的方向 如果您要拍一个 中美合拍片的话 这个我其实是有一个方向 我就是在看这个 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 被送到美国来留学 留学生 送到美国来留学 然后呢 这个其实每一家的这个都不同 是的 送来的原因也不同 每一家送来的背景也不同 是 非常不同 非常不同 然后呢 他们这些孩子 大部分有的时候 来的时候是先 这个叫homestate 对吧 他和美国人之间的这种碰撞 美国家庭对中国孩子的教育 和我们中国家庭 对我们自己孩子的教育 完全是不同的 这个就能撞出很多口花 那抛去故事本身来说 因为您是想采取中美合拍 这个形式去做这个剧 对吧 对 您觉得这个剧为什么需要美方的在制作方面的介入呢 您想获取的在好莱坞这边获取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我们是这样咱们国产的电视剧基本上不能够打入国外的市场 对 对吧 我们只是在华人的圈子里边在关心 就是我就想跟他们如果合作 看看他们的想法 因为他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 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不一样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这两种想法结合起来 找到它真正的一个结合点 美国观众也觉得好看 美国观众也觉得好看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有一些对中国的这些孩子们有一些太多的负面的报道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是的 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我们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孩子的真正的情况 是一批非常优秀的孩子在这儿 我希望能够从更多的正面的方向去表现 那么我需要知道美国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因为他们想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就想听听 他们如果想的和我们想的如果能想到一个点子上去 找到一个点子切入进去就有可能就成功了 这个有可能是不是能够进入它的主流媒体 这个也是我们正在探索的 通常来说我们现在国产电视机你再优秀 基本上进入它的主流媒体基本上不可能 对因为我们在这儿美国我们是少数民族 我们是小众对吧 对 怎么样能跟他们结合起来 这样能够更好的来做一个发展 这个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和探索的方向 对 也希望您这个片子在这个慢慢的考察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找到一些新的灵感 也祝福这个听到您更多的好消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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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